嘩,有沒有搞錯? 最後Saber的最強型態竟然是閃亮亮的銀河式? 我先不理會它環不環保用回以前的皮套 這隻銀河式我真的覺得不漂亮 老實說它是特別的 可能到將來拿SHF或者裝動上手 作為玩具我會覺得蠻漂亮的 但整件皮套用上這麼迷幻的顏色 沒什麼層次感我真的興趣不大 雖然造型上不太得我歡喜 但今天這個拉打情報站 我都跟大家講一下它的能力 以及未來一個月的Saber情報 Cornie,Jer,嘩,大家好,我是阿Jer 歡迎收看拉打情報站 蒙面超人Saber獲得了10把聖劍力量 進化成為最強型態Cross Saber 挑戰Master Logos 今年這個最強型態的變身道具都蠻有趣 原本以為是拿著火焰劍烈火打到最後 跟之前一樣換上新的書本去強化 畢竟都是全知全能之書的力量 怎樣變出來的都應該是一本書了吧 誰知道奇奇怪怪有一本書中的神劍 還要是掌管聖獸力量的聖劍 既然劇中作為劍像一族的大秦子 早就知道可以透過集齊聖劍 而得到掌控聖獸力量 那為什麼不神祖建議組織得到這種力量呢 如果我是飛月鎮 我就一定抓住大秦子跟他說 你知道多少東西 你知道多少獲得力量的秘密 不要跟我玩枝牙膏啊 快點跟我說出來 不過怎樣也好 聽猜不要駁猜 我們還是說回這把新的聖劍力量 新聖劍的名字就是 印王劍十聖刃 這把聖劍的力量 是能夠發動火焰劍烈火 以及水勢劍流水等等 蒙面超人所擁有的聖劍力量 究竟這把可以運用聖獸力量的聖劍 可以單體使用以上的屬性力量 還是好像御劍術那樣 直接控制其餘十把聖劍飛來飛去 這樣做又真是幾霸道 而運用Wonder Ride Book的力量 Saber可以進一步強化成為額外兩個型態 第一個是Crimson Saber 運用Crimson Dragon的書本 即是Brave Dragon,Zom Ego 以及西游Journey三本書本強化而成 而第二個是Featuring Saber 運用Brave Dragon,Lion Zanki 以及Lamdo Arangina三本書仔強化而成 話說Crimson Saber是強化 其實都只是運用原本已有的Crimson Dragon皮套 再換上銀河式Labula Gas套裝 我完全不明白強度在哪 而另外之前都有說過 同屬性的書本更合拍更強的 但現在說最強的十聖人形態 竟然是Featuring Saber 三本不同屬性的 不合格的 又反口吃設定嗎? 還是官方的意思是 十聖人已經是Master所有的屬性 用什麼書本都是這麼厲害的 要再上一層樓的話 就是信任同伴的力量 但又這麼說 Saber現在的玩法是搶走同伴的力量 用了Blaze本Lion Zanki Blaze都還可以用冰獸戰技幫忙 但是Aspada沒有了一本書 真的變不出新 你看這個玩法多自私 所以Saber這個故事要教訓我們 要成為最強的人 就是要搶他同伴的力量 嘩嘩嘩 什麼事 我們看看這版的雜誌套 一次過展示了三位男主角拉打最終形態皮套 Saber就無用之意是銀河Saber Blaze就是白色冰獸戰技 兩個無論在能力和造型上都稱得上是最終形態 但是我們再看看Aspada 喂你的王女三冊而已 Golden Arrangina學什麼人做最終形態呢? 你不配跟另外兩位男主角站在一起了 過去十幾集我們看到賢人一直拿著暗黑劍 即是大家很難不去聯想到 賢人最後會同時使用雷鳴劍和黑暗劍 兩把的聖劍或者會孕育出新的力量 就算不是製作出新的Aspada最終形態皮套 簡單單都在他的基本形態加上一些改變 例如噴上一些紫色等等的細節給我都好 很多人都覺得紫色和金色是非常配搭 你看邪王龍的樣子那麼紫色都知道 而不講顏色上面的配搭 你在皮套上面加上一點點紫色的細節 會被觀眾感覺到賢人真的經歷過生死 經歷過運用暗黑劍所受到的負擔 但是現在竟然只是用回王女三冊這個形態 除了感覺到劇組處理儀欺又或者經費不夠之外 更加傳遞不到賢人在故事上面的改變以及成長 現在看看賢人整個故事先 以及皮套的處理真是很不適當 又或者我猜一下 當初東映打算把現在所羅門用的配色 留給賢人洗白用 即是整隻邪王龍洗白 變成銀色加上一些簡單的金色文理處理 但劇組沒有budget之餘 又不想賢人的樣子強過Saber 還要留個皮套給所有們穿 所以整個設計概念就過了被Master Logos用了 之前有朋友說Master Logos這麼早出場 難道一打一打到大結局 我說不是吧 故事線裡面還有迪澤斯特和米格多最後一個幹部Storius 今次的雜誌圖就有透露他們兩個去向 最近在電視本片裡面最光拉了主角芽姨去跟人叔見面 想著講述以及展示現在這個世界的人類 跟一千年前的人類應該有很大分別了 善良得多之餘又非常重視感情 想著說服人叔放棄毀滅世界 不過人叔就沒有理會到罪光和女主角 廢狗時理他們就離場了 而在雜誌圖裡面我們看到迪澤斯特 竟然帶著人叔的不死鳥腰帶 更加變身成為夢面超人Valchion 是不是就是說迪澤斯特已經得到了人叔的認同呢? 因為一直以來迪澤斯特不是屬於任何陣營 他只是重視自己的快樂 而他的快樂就是建築在混亂上面 完全無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而這一點就跟人叔毀滅世界的立場非常相近 大家都只是想世界越亂越好 但是為什麼人叔最後不選擇加入非與真的陣營呢? 唯有等劇集去解話了 而另外斯特利歐斯原本我是很期待他新的皮套形態的 即是不僅止停留在另外兩個怪人就變金色 好像DRIVE、ROID MILL 超進化態一樣 我不要啊 但這次的雜誌圖竟然只是展示了他人間看的新造型 包括了全新的化妝和服裝 那這個就不是好距離了 或者他要留一些情報在下一個月 如果不是的話下一個月就完全沒有新的情報推出 也挺煩的 而我們看看近幾年的商品策略 就是最終大哥或者主角 在最終十集左右都會推出新的商品 去維持過一年第四季的產品消量以及收入 難道斯特利歐斯最後不是只是用上新的怪人皮套 而是再推出一條腰帶或者新的書本 成為另一位蒙面超人 作為被主角他們屌打的最後一個沙包? 好,我們要拭目以待了 好啦,今天這個拉打情報站到此為止 然人竟然用回王雷三冊作為最終形態 而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收尾 都想大家做回三件事 就是Comment、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按下個鐘 追片更輕鬆 我是阿Jer 下次再見 Ciao